文宋记第七章 各族长奉献祭物 墨西立完了帐幕 就将帐幕用膏抹了 使他成圣 又将其中的器具同弹 并弹上的器具都抹了 使他成圣 当日以色列的众首领 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 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 管理那些被数的人 他们将自己的供物 送到耶和华面前 就是六两红红纸车 和十二只公牛 每两个首领奉献一两车 每首领奉献一只牛 他们将这些都奉到帐幕前 耶和华晓如摩西说 你要收下这些 好作会幕的使用 都要照利美人所办的事 交给他们 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 交给利美人 将两两车四只牛 照格逊子孙所办的事 交给他们 又将四两车八只牛 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 交给他们 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他马手下 但是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和子孙 因为他们办的是圣索的事 在肩头上抬圣物 用高末坛的日子 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 众首领就在坛前献贡物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 要每日一个首领来献贡物 头一日献贡物的是 由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 他的供物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碗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作数制 一个金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繁制 一只公山羊作数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贡物 第二日来献的是 以撒加子孙的首领 数颗的儿子拿坦叶 他献贡物的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碗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作数制 一个金鱼 重十四克勒 成满着香 一只公牛独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繁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是苏鴨儿子拿坦叶的贡物 第三日来献的是西布伦子孙的首领 希伦的儿子伊利亚 他的公物是 一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只银碗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作数制 一个金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繁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希伦儿子伊利亚的贡物 第四日来献的是里面子孙的首领 是丢尼的儿子伊利叔 他的供物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碗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作数制 一个金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繁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是丢尼的儿子伊利叔的贡物 第五日来献的是西面子孙的首领 素尼沙代的儿子 士露满 他的贡物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碗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面作数制 一个金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独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繁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苏利沙代儿子 士露满的贡物 大陆日里宽家是加德子孙的首领 调利的儿子以利亚杀 他的工物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碗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面作数制 一个金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繁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雕利的儿子 以利亚杀的贡物 第七人来献的是 以法连子孙的首领 亚米弗的儿子 以利沙玛 他的贡物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盘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面作数制 一个金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繁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亚米弗姨子 以利沙玛的贡物 第八日来献的是 马拿西子孙的首领 比大叔的姨子 加玛列 他的贡物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碗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面作数制 一个金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繁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比大叔姨子 加玛列的贡物 第九日来献的是 便雅敏子孙的首领 基多尼的姨子 亚比弹 他的贡物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盘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面作数制 一个金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梵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基多尼姨子 亚比弹的贡物 第十日来献的是 但子孙的首领 亚米沙代的姨子 亚希尔社 他的贡物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盘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面作数制 一个金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梵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亚米沙代姨子 亚希尔社的贡物 第十一日来献的是 亚切子孙的首领 厄兰的姨子 柏杰 他的贡物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碗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亦都盛满了 条友的西面作数制 一个银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梵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两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 俄兰儿子柏杰的贡物 第十二日来献的是 拿弗他利子孙的首领 以南儿子亚希拉 他的供物是 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一个银碗 重七十四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平 也盛满了条友的西面作数制 一个银鱼 重十四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糕作梵制 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糕作平安制 这些是以南儿子亚希拉的贡物 用糕没坛的日子 以色列的众首领 为行献坛之礼 所献的是 银盘子十二个 银碗十二个 金鱼十二个 每盘子重一百三十四克勒 每碗重七十四克勒 一切器皿的银子 按圣索的平 共有二千四百四克勒 十二个金鱼盛满了坑 按圣索的平 每鱼重十四克勒 所有的金纸 共一百二十四克勒 作凡制的共有公牛十二只 公羊十二只 一碎的公羊糕十二只 并同献的数制 作赎罪制的公山羊十二只 作平安制的 共有公牛二十四只 公棉羊六十只 公山羊六十只 一碎的公羊糕六十只 这些就是用糕活坛之后 为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 末世尽会莫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 听见法贵的诗音座耳上 耳机罗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 就在耶和华与他说话